我们看六祖坛经 慧能大师要是没有得到印宗法师的护持 他也无能为力 谁认识他 谁知道他 印宗还得了 不是平常人的 印宗当时在岭南 最受人尊敬羊慕的高僧大德 他遇到慧能 知道他在黄梅得法给他剃肚 剃完之后拜他为师 你们想想谁能做到 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全部奉献给慧能大师 凡人做不到 祝福如来实现 凡夫哪一个不贪图名闻理 自己得到了怎么肯奉献给别人 所以慧能大师的成就 就是印宗就是印宗的成就 在《世间法》里面 注意念书首知道 管仲的成就是包树牙的成就 没有包树牙 管仲天大的本事也是平民一刻 他一生的学问抱负没有办法施展 所以护持人的功德超过当事人 护持人是什么身份呢 好像办学校 他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 是这个学校的董事 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当事人是教员 到晚了